作家横潭曾说 酒是火做的水 茶是土做的水 但很多人不知道 五一盐茶除了是土做的水 更是火做的水 这一期我们来到五一山 一起走进于我们茅台九 有异曲同工之庙的盐茶世界 所谓土做的水 乃是五一盐茶所属地域 全国罕见 作为富含铁离子的当辖地貌 五一山是一座壮阔的山水王国 无数巨岩被千百条溪流 切割的支离破碎 便有了三十六封九十九盐 这些三封与巨岩区隔出了 数不尽的山坑溪溅 它们互有关联 又各有自己的小气候 被当地人称为不同商场 如此便育出了数百种 野生茶树名虫 你看五一山大红袍 它的定义首先要在五一山的 这个行政区内 就两千多平方公里 这个范围内 正是这样特别的这种 地理环境和气候环境 我觉得才造就了如此炎古花香的大红袍 千年以来正是经过五一山人培育优化与筛选 土做的水之茶运才得以荡生延续与繁荣 有了土之艺术还不够 作为六大茶类工艺最为繁杂的五一山茶 之所以能从百种茶柄中脱颖而出 就在于它独特的三道火备法 这也是它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之一 在开启火之艺术之前 需要先经历尾雕 尾雕结束之后 便到了关乎茶叶品质的步骤 做青 这是无意延长的关键一步 做青结束 需要杀青保证茅茶品质 杀青过的茶叶又进入楼碾 楼碾过后 便来到了极其关键的烘焙 火的艺术开启 第一道走水杯 和第二道中烛火 可迅速降低茶叶含水率 提高茶叶醇厚度 第三道文火慢顿 可备出清香与干活 随着火攻的加深 香气会逐渐由花香向果香过渡 香得更沉稳 并且拥有更多的香气落水 我们马台一共有30道工序 165个斤力环节 尊寻24体系的规律 一泡无意延长 从采摘到最后上市 要足足逆境四五个月 单单出制过程 对于每一个叶片来说就是什么 九死一生死去活来 可以说火玩得好 备出的是上等好茶 火玩不好 就崴去了一春的心血 这和我们茅台酒一样 只有通过火的洗礼 褪去青涩 才能以最好状态 带给人最愉悦的平饮体验 真正顶级记忆的魅力 便在于此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